亲爱的小伙伴们,我终于回来了 终于在2024年下定决心,重新回来记录我的生活了 2019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之下 我感到非常的无助和虚无 我辞掉了不喜欢的工作 试图从不快乐的状态中自我救赎 因为一直都在拍照拍视频 努力展现好的一面的同时 我越来越不快乐,也越来越迷茫了 我不知道我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步入社会以后 我发现我的每一天不再是充满期待 而是日复一日机械地向前推进一年又一年 所以拍出来的日常是那么的乏味和平凡 于是我决定在2019年结束的那天 彻底停止更新B站、微博还有抖音 是的,我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逃避 当时的我感觉一切都太糟糕了 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每天都行尸走肉般复制着昨天 我的生活就像一滩死水,犯不起一点波澜 我能想到的就是,新西时代 我看到了太多人的生活多姿多彩 相比之下我自己的生活是那么的暗淡无光 在新西检访里我越来越焦虑 所以我下定决心停止现在一切正在做的事情 我试着回归生活本身 去过属于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很少去看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 甚至关闭了朋友圈很久很久 从2019年到2023年的四年时间里 我一直都在寻找快乐 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幸福预值 努力地去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沉下心来阅读和运动 慢慢试着掌控和习惯心的生活 渐渐地我发现快乐这个命题是相对的 也是变化的 人不可能一直快乐 而且如果要获得相对的快乐的话 只能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服务自我这个层面 从朋友 爱人 家人那里可以获得依赖和快乐 但同时如果只是单纯地注重从外获得快乐 最终还是会失败的 只有不断地向内穷 努力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快乐才会持续滚动起来 当我开始运动之后 特别是2023年我开始跑步之后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宣泄情绪的方式 从最开始跑两公里都费劲 到现在抬腿就是十多公里 也就是仅仅只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吧 我想跟每一个看到这里的人说 试着去跑步吧 会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 在无法预知的未来和充满变数的生活里 至少还有一件你可以去掌控的事情 那种感觉会让你感到安全 降低很多的焦虑 同时还会收获一个很好的心情和很好的身体 至少跑步让我受了十斤 2024年不知道大家都是带着怎样的期许和目标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我的话呢 首先我希望今年我可以继续跑步这个习惯 能够参加马拉松 报名的越野赛都可以顺利地完成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可以多多地去健身房督铁 让自己有更多的肌肉线条 最后呢 我就是希望可以像以前一样 努力地去记录我的日常生活 因为前几天我整理电脑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 2016年我拍了好多的素材 在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之后 再看到那些熟悉的场景 那种冲击感 毫不夸张地说 我感到热泪盈眶了 这就是记录的意义吧 在2019年丢失的初心 我好像又找回来了 我的记录虽然是平凡而普通的 但对于多年以后的我来说都是宝贵的 足一无二的记忆 无论是照片也好 Vlog视频也好 这些都像拼图一样 一块一块地拼成了此刻的我 于是我又可以下定决心 重新拿起相机去记录 把我的所思所想分享出来 如同以前一样 如果这个视频可以让屏幕前的你 产生一丢丢的共鸣 或者你可以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力量 那这段记录就充满了意义 希望我们都可以一直陪伴彼此 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2024年 加油 15年过去了 军中人老了 我们演员也老了 你对婚姻怎么看 我觉得婚姻应该是一诺千句 对 非诚无饶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观众朋友们龙年大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